你好,大家好,我叫朱芬 今天想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前几天在参加楼陀罗 就是帕马西瓦的毁灭和浮现这个形象 就是打写的时候 随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认知 给我带来了特别多的治愈 所以想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然后他这个就是开始里面讲的是 要每天在内在与帕马西瓦去对话 就他这种对话就像是 你在进行你的这个心理活动 那个对话的一个现场直播一样 就是把一切都去分享给帕马西瓦 都去跟他去讲 我刚刚听到这个开始的时候 我就是一边听一边去做嘛 一边听一边去做 然后就是就去练习 然后当我观赏帕马西瓦 在我内在的时候 我当下那个眼泪就出来了 他整个视频差不多有20到30分钟左右 我基本上就是哭了有20到30分钟 就给我带来了光听 就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治愈 然后我就去 最近现在有过了有这几天嘛 我都有再去练习去做 然后因为就是而且我看到 就是这个跟我日常 跟帕马西瓦跟师傅交流 还是不太一样的 像我之前 比如说当我去发院的时候 当我去做圆版的时候 我会去跟师傅对话 或者就是一些这种 但是我这次对话的 我发现就是 基本上就是内在要去像帕马西瓦 我不是基本了 就是要去 要完全的像帕马西瓦去敞开 就是你 像我之前我也有 比如说我内在有很多的喋喋不休 我内在自言自语了什么的 之前我都是跟自己 就是跟自己去讲 然后这一次的话 就是跟当你有这一切的时候 把他们都告诉帕马西瓦 然后就想了一下 这个其实也就是 我们都在宣称都知道 我就是帕马西瓦 然后帕马西瓦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最高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版本 当我们内在去跟帕马西瓦 去讲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跟我们自己的内在的最高版本 去对话 就是跟神性合一 也是就是走在与帕马西瓦合一的一个路上 这个帕来了非常多的一个治愈 比如说就是我 当我起庆祝的时候 当我有一些想讲的时候 当我内在又开始跟自己对话的时候 然后就是帕马西瓦 就会就出现了 然后我就去 把这些第一时间内都去跟他讲 讲完之后 就是有的时候 要么就是眼泪就流出来了 要么就过了一两分钟两三分钟 直接对这个事件啊 情绪就没有了 我甚至都还没有去做 那个五遍五遍的这个圆满 这个事件就圆满了 就没了 就是非常之快 而且就是你在跟他的过程中 就是让我的 就是我 让我发现了我的一个点 就是像我之前我做圆满的时候 我知道我有自我否定的一个模式 我也做过多次的一个圆满 可是当我发现我内在的这个 就是自我否定的时候 还是让我吃惊了一下 就是我前几天 也是在应该在上课期间 无意中我抓到了我自己的 我听到了我自己内在的一个声音 那是一个非常的冷漠 肯定 又大声干脆的一个声音 就是说你不行 你不可以 就非常的干脆 非常的冷漠 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 还把自己给伤到了 就是 就是没有这想到 我不知道我这个 自我否定 这么狠 然后 这几天有在跟拍马西瓜 对话的过程中 我都发现了我有这个问题 就是 呃 当下遇到的事情 什么时候 我第一时间内都是 先把自己打压 先把自己否定了 呃 但是这跟我之前的 这个还不一样 因为我现在都是在跟自己的 最高版本的去对话 所以就是我当下 内在跟他讲出来 跟拍马西瓜讲出来 他当下就给我圆满了 就是发现就是最近这几天 制约了特别多 呃 带来了很多的一个制约 呃 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呃 像我们都听过呃 师傅他讲 他与他的上司 阿尔伦纳 给瑞 又个世瓦 之间的一个故事 就是他们朝夕相处了 九个半月 然后每天 待在一起啊 分享一切啊 呃 就是 甚至就是会聊八卦呀 之类的 就是我这几天 跟拍马西瓜对话 我在想 这个不就是 这不就像是师傅 跟阿尔伦纳 又个世瓦 之间的故事吗 我天天跟拍马西瓜 对话 也是天天的朝夕相处 这不就是甜蜜的这个师傅关系吗 呃 所以就是我想把就是这几天 听到的这个认知 以及这几天都有在去呃 实践他 把这个体验分享给大家 真的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个治愈 以及内在的平和和暴力 就是都在不停的去削减 呃 所以真的非常的棒 然后最后谢谢大家